11月23日 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布视频称 湖南流洋市关渡镇城管执法人员 在群众家中强行推走电动车 并与周围群众发生争执引发关注 监控视频显示 11月23日早上8点40分左右 两名身着制服的城管执法人员 进入一路边群众的家中 推出了一辆电动车 周边群众见到这一情况后 为上嫌制止 与执法人员发生了争执 针对网传视频内容 记者电话采访了 刘阳市关渡镇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23日早上 城管队员和派出所进行联合执法 当事人驾驶着电动摩托出门 为佩戴安全头盔 见到执法人员急忙把电动摩托车 又放回了家中 因此才有视频开头城管执法队员 进入群众家中推车的一幕 此外 针对与围观群众 发生争执的问题 该工作人员表示 是因为其中一名群众 疑似喝了酒 辱骂了执法队员 因此产生了争执 这起事件 我们最终是没有扣押 当事人的电动摩托车的 而是对当事人寄行的批评叫 我们这个执法跟派出所 一起搞联合执法 路上没起摩托车 刚好看到我们那个执法人员 然后他就掉头 我们去那里追过去 刚好又不远 他这位没戴摩托帽子 这位没戴摩托车